Ryo聊世紀 體貼旅行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不利典人 這場比賽是貴族還交 OK 那這場比賽地圖 應該是他們要特地練的一張地圖喔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 大約8點鐘方向的蒙古人 塔塔 蒙古人的特色呢 是是這些野生動物的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雖然在前期很適合打棒棒開局 或是打這個肉碼開局 相當適合 那蒙古人的刺口呢 戴城堡是在開始喔 還有這個草原騎兵 都有血量加成喔 現在不用升到輕騎兵 就有獲得這個能力了 那蒙古人的後期的馬攻射擊速度 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很適合走這個馬攻路線 馬攻佩洛馬 通常都是蒙古人的大後期的選擇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道特這邊選擇的文明是不列典人 不列典人特色呢 是工兵的射程非常的遠喔 那他的騎兵路線比較弱一點 沒有品種 但是有這個三級馬鎧 所以也可以用輕騎兵 去反制對方的戰毛兵 那不列典人呢 他的精冠技術 戰狼號 可以讓巨型投射機 射得非常的準喔 可以把他當作火炮來使用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問題就是不能移動而已喔 那不列典人這邊是打馬攻路線喔 打馬攻無名的話是比較好打的喔 通常不攻兵喔 打馬攻都是很舒服的 所以這張地圖呢 這個可以走馬攻路線喔 也可以走海喔 那這張地圖走海的話 不列典人喔 也有這個戰艦的優勢喔 所以不列典人的戰艦優勢 可能會比蒙古人好上一些喔 那蒙古人的海 我記得他不是非常強喔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加成在喔 這個重心火戰船呢 跟重心爆撥船喔 奴炮都是正常使用 但是他沒有精銳戰船 跟這個航海技術 後面的這個 後面這個叫什麼 有點忘記了喔 後面還有一個第二段技術是沒有的 所以蒙古人呢 在後期的海戰喔 並不是非常的強悍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塔兆的黃金在前面喔 比較尷尬一點 那看起來這個黃金喔 是只有一塊主金喔 那剩下的金都在中間這裡喔 所以誰能空下中間這邊的金喔 是極為重要的喔 那平常我們都在播阿拉伯地圖喔 難得可以來播這個 不是阿拉伯的這個地形 那這張地圖呢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辦法用刺口 走到這個深海地區的喔 延安這個地方 應該是能走過去才是的喔 看起來洛馬是可以直接走過去 所以這邊 漁船啊 還有可能是會被打的 好那這邊四人一群先吃 正常的五人伐木開局嗎 好這邊是八人伐木 單伐木場阿 好那道特這邊是更多人去伐木了 好兩邊打的都是差不多 十九十八匹 正常的捕魚路線阿 好這裡再捕一個伐木場 那道特應該是沒有第一時間想要出火戰船嗎 有挖金嗎 欸有挖金喔 唉唷 剛剛沒有看你補採礦五弟 結果還是要來挖一下金 那沒意外的話 這兩邊喔 應該都是打一個海戰火戰船 互相燒魚船的路線阿 好我們來看一下兩邊風箭時代怎麼打了 好塔操這邊也是正常的開局 但這邊有喔 有打算要補均勻嗎 現在道特在瘋狂偵查 他不知道塔操這邊到底是不是要打馬舅 好這裡看到了第二個碼頭 那塔操應該就會知道了 唉唷 道特也是想打海 但這邊是打戰船阿 戰船的優勢喔 那捕獵典人呢 他的戰船呢 是很正常的路線 所以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戰船的話大會再點個一級射 也可以接續布弓兵的優勢 好戰船現在出來 好兩邊互看喔 蒙古人也是戰船 看一下兩邊 好你射我 我射你一下 好 兩邊互相射射 蒙古人這邊按了四艘戰船了 道特這邊戰船稍微慢了一些 先防守等戰艦 這裡戰艦不能輸 戰艦輸量一輸就要海崩了 好 好但是現在也沒有拉村民過來修理殘血的戰船 來了 誰先點一級射呢 唉唷是塔套這邊先點了 原來在海戰兩邊都打戰船時候 誰先點一級射誰的優勢就越巨大阿 好那現在道特沒有先點下一級射 戰船的話血量有點殘掉 好趕快點趕快點 肉會有可能會斷一下喔 大概村民按那麼多幹嘛 取消一下 OK取消了 好取消了點下一級射 戰船趕快補 那家裡的部分 道特是沒有補均勻 塔套也是 兩邊都沒有補均勻的一個海戰 歐印流 好終於拉了一隻村民過來修理 塔套則是沒有修戰船 好終於有一級射了 好把所有的戰船拉過來 唉唷這個船要小心 好那現在前期的戰艦 要數量保存好血量殘血的拉走 過來修一下 好現在道特有修船的優勢 只要 只要補被點掉就沒事 剛講我就被點了 好塔套的話這邊也是喔 好戰船有點殘血 但只要不要被點掉就沒事 但是塔套這邊 離後面的村民的 補血會比較遠一點 所以正常來說 道特離家比較近 可以順暢的去補這個血量 好戰船的血量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邊不要失誤就沒問題 欸結果從後面繞得過來 想要去點漁船 好把漁船逼到了在前面 要小心這邊可能會偷點漁船 道特要趕快拉走 好先趕快把這艘戰船給點掉 這艘戰船點掉就沒問題 OK順利點掉 但是後面的戰券也拉了過來 殘血的漁船拉開 唉唷細節細節細節 直接買賣升城了 好 這邊點掉了一台 不錯 OK 道特這邊 終於有稍微有點優勢了 殘血的戰劍 趕快再拉過去岸邊 讓村民去修理 前期的細節 打法就是大概這樣子 好 這裡補到了八個人挖金了 這裡補的是有點多 八人挖金的話 應該可以再補一個碼頭才對 但是道特卻沒有補碼頭 好 是要打算蓋四集 直接買賣生成了 好 但是現在買賣來說很貴喔 好 對手塔操已經優先買了一百的石頭 花了一百四十九塊黃金 道特待會再買的話 就要花一百五十二塊了 多了四塊錢左右 所以越晚買食物就越虧啊 但這虧也是虧那幾塊錢 好 所以其實說虧也不會虧到哪裡去 好 兩邊都在賣石頭 現在塔操把石頭全賣了 道特也是喔 兩邊石頭全賣 都是要拼一個時代上的升級 好 前期就是你射我順你 好 兩邊都很謹慎 塔操跟道特兩邊升級時代 只差了十秒鐘左右的時間 好 道特現在沒有拉村民過來補血 那現在 塔操也是三個漁船 正常的升級 好 兩邊對射開始有出現死傷囉 好 好 這些戰劍 城堡時代可能才會有大打出手的可能 或者是在城堡升級的那一瞬間 有一方可能會先把戰劍往前拉 好 誰有優勢 誰可能膽子就更大一點 往前拉 好 或是先等升級好 都有可能 那我是覺得往前拉是比較蠢的打法 所以應該是不會出現往前拉這種事情 好 道特這邊升時代 先點下二級射 還是要閉一下時代 OK 我有時代優勢 我就編奴炮戰船就好 不用急 反而是塔操這邊 可能會有一個時代差出現 好 兩邊就是要打一個時代差 現在 二級射點下 奴炮戰劍還有25秒 二級防目點下了 塔操知道自己落後 時代 所以要趕快先把戰劍往後拉 OK 那這個不是往前壓的一波打法 OK 那這樣子的話 道特有優勢 趕快點 陸炮戰船開始輸出了 可是道特 戰劍數量開始有點下降 戰劍的部分有點打輸喔 現在道特的部分只有10艘戰劍 前線的部分 卡套的則是有13艘 戰劍數量越來越少了 好 好 這波塔操 明顯 戰劍 海戰打出了優勢 陸戰方面 沒有打算要轉兵 也沒有挖石頭 那為什麼這邊要看挖石頭呢 因為這邊其實有一個特殊打法 就是這邊肉不踩 直接把田裡的村民拿去踩石頭 那甚至這個村民會有點小小斷村的打法 那我是覺得這個打法不太優勢 那為什麼是小小斷村呢 因為通常 同一個村民不去繼續種田 也可以靠海上這個經濟去不斷村 所以這個打法是比較極限的 可是道特並沒有選擇這樣打 那塔套也是 都是沒有挖石頭壓寶策略 那這個打法很兇喔 海上繼續壓制 讓對方沒有察覺你是想來壓寶的 但是道特這邊一直有用肉馬在增長 所以如果要來壓寶的話 可能自己也會有時間可以反制 好那現在可以看到道特這邊的食物非常多 500多的食物 在打海戰鬥的時候 食物是用不到的 所以 才會有這種延伸性的打法出現 那這個打法是比較少見一點的 要看到也是不太容易 好這邊 戰船互換之後 道特的戰艦數量 稍微有點優勢了嗎 有點優勢了 現在是8艘打7艘 打到這一波交換之後 補下了4個碼頭 狂出奴炮戰船 那道特這邊呢 也是在出戰船 還在出 那補列艦的戰船 現在看起來是比較穩定了 已經來到了11艘 但是 爬到這邊的4艘碼頭 繼續慘 道特這邊補下第5個碼頭 還是在全走戰船路線 好那現在道特戰船 先點後方的 沒有去點前面的 巡邏的奴炮戰船 並沒有被 塔套的戰船給吸引走 好一直瘋狂點殘血的 戰船現在戰船數量 好像有點打出差距了 殘血的戰船往後拉 現在塔套後面的戰船 都是殘的 有沒有趕快點掉呢 到這邊有在抖動 道特有點虧 這一波要往後拉了 但是對方又在往前 但是這裡吃了很多傷害 這一波塔套可能會炸 但是道特後面又補了更多戰船過來 好像又行了 這一波又是個誤開 哇哇 頂級海戰細節正式 通行抖動 先把殘血的點掉吧 殘血的點光 道特現在還在繼續補戰船 戰船繼續補 好再點掉 又點掉了一艘 OK繼續點 現在8艘 7艘對7艘 變6艘了 沒有要停止的意思 全產戰船 好現在道特的村民術是55村 對上54村 兩邊村民術差不多 都是單TC 全爆 戰艦的路線 沒有要跟你拼經濟 拼的就是海上一波流 好這邊就是在練習打海戰 對嗎 好兩邊對打之後 並沒有 大規模的改變海戰的狀況 兩邊都是一個55開 這就是世界上最頂級的海戰對決了 好 好這邊再點囉 阿姆炮戰船 點後面的戰艦 這邊細節控制 戰船要先點掉殘血的才行 道特有點紓撈 這一波道特可能要直接被帶走海戰了 漂亮 卡套這邊 這邊資源量度的很極限 你看這五個人 在吃肉 代表說只有兩個農田的村民在採 反正是把所有的資源投資到木頭跟黃金身上 道特有點大意啦 好可以看到這邊田真的是很少 那道特這邊的細節喔 處理的就不夠好 吃肉的村民有點過多了 肉這麼多也不是要上帝王 只要這邊海戰一損失 基本上這張地圖可能就打不起來了 因為這張地圖的海不像島嶼喔 只要一丟失海喔 你全部的島 這個島的外圍都被受到騷了喔 你的聰明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生活自理的 中間這個島也很難拿下來喔 但是道特還是在去中間偷偷開採的金礦 甚至按下了生旅 好沒事海戰我打輸 但是我中間生旅要來撿真物 偷賺一些外塊 塔塔這邊有沒有發現呢 好像有看到嗎 欸感應到了什麼嗎 心電感應 有感應但不多 唉唷 道特這邊居然點下了帝王時代 這一波可能有看頭了喔 好現在塔塔點下了一擊挖石 右邊的戰艦去往右走 想要開始環島了 這就是我們說 如果丟失海戰的話 島上的村民就會開始生活無法治理阿 唉呀 這真的是有點難受 但是道特還沒有放心 開始大挖石頭了 好 村民被抓掉幾隻 道特現在會打出 我覺得有很大的問題 是因為沒有點彈道血喔 塔塔這邊有彈道血了 優勢又非常巨大 那現在塔塔現在要打贏的話 只能走火彈船 稍微壓制一下正面突襲的路線 會比較適合一點喔 但是塔塔身為頂尖選手 應該不會犯這種失誤才對阿 好塔塔這邊也是開始挖石頭 把中間島先給控了下來 基本上這張地圖跟韜金草一樣 誰控下了中間地圖 優勢的機率就更大了 而且這張算是封閉地圖 不像韜金草 可以再從右側或左側 進行本土打擊 還可以繞過這個金礦地方 進行農田燒了 把這個技術進行給控下來 20對手的這個戰術 那道特這邊是點下了 縱形火戰船 開始要用帝王的戰船 去反制塔塔的戰船的優勢數量 好這裡補了一個城堡 但是蒙古突起來了 欸?遭翔 沒時間 這邊在控戰船 戰船往前A 好開始壓制了 中間火戰船的傷害非常高 這裡回頭打架可能會有點難倒 哇這個戰船血量掉的很快 開始一燒一燒就燒掉了 縱形火戰船的遠防是8點 主砲戰船 城堡時代只有7加2 9點的傷害 怎麼打都是兩滴血 坦度相當十足 好直接上本土 開始抓你的村民 蒙古突襲在這裡表示 村民把費射到爽 好這根城堡直接掠過 現在家裡騷擾有點難受 沒有斷倒翔 可以招搶到 漂亮 招搶到之後開始走動 道特在控制一隻生鋁 能夠活下來嗎? 彈道學 高打擊射死 剩下一滴血的生鋁活了下來 現在海戰部分移壓了回去 但是塔塔轉出了火戰船之後 道特的火戰船可能就顯得沒有這麼的有優勢了 但現在塔塔沒有打算要繼續生帝王時代 反正是補下了運輸船 大會要把蒙古突襲運到了道特家裡 要繼續騷擾 道特到地龍時代 趕快補了巨型投資機 先拆城堡 現在村民宿79村對上61村 道特現在村民宿明顯落後 大概19村 還蠻多的 這人家已經雙TC開了一段時間 而且魚船沒有補 但是道特是已經損失了所有的漁船 海戰部分再來看一下 火戰船坦在前面 非常舒服 這個防禦能力比戰艦好很多 吸臘火繼續噴 火戰船繼續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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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應該是要被燒光了 兩艘殘血的回家 重點是中間的巨型投石機 我們再補一個新的修道院 把這個生物再繼續往回搬 然後才巨型投石機開始攻城 這裡有動作囉 運輸船來了 但是上方這邊也在進攻 好 燒掉 再燒掉 爆破船來 炸一下 再炸一下 哇靠 這個傷害有點猛啊 好 巨型投石機開始拆除 兩台巨型投石機開始往前 右側這裡的運輸船 把馬公放了下來 好 五隻村民 五隻馬公 看到這裡了 好 一隻 拿下 另一隻沒問題 就有射準 一發一村 沒問題吧 來這邊高打低 結果拉走了 到這邊 前線開始補下城鎮中心 現在塔套的正面相當難受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 這個自爆船 爆破船要不要炸一下 炸下了吧 OK 炸掉兩艘 好 蒙古圖騎撞到了城鎮中心 長弓開始出來防守 道特點下的彈道學有長弓 蒙圖的威脅應該就會下降很多 這邊蒙古圖騎還是抓到了很多村民喔 哇 村民殺手 蒙古圖騎 很猛 又在點 還在點 越點越多 好 長弓一直慢慢吹 但是點掉了很多村民了 道特現在經濟落後 大約27吋左右 但是正面的礦點已經開始慢慢拿了下來 塔套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這些 努炮戰船過來防守 長弓表示哭啊 居然繞人 說好的三對三單挑呢 吐了吐了 打不贏打不贏 好 這邊 海戰部分 私利之後 倒民有點難受 現在怎麼辦呢 大理的墓區守住也很極限 好 巨型托斯基 三台現在沒事做 蒙古人塔套 在家裏補雷跟城堡 在右邊的防線 海域的位置 現在 帝王時代 海戰的部分 又這個火戰船 燒掉 弩炮戰船很快 OK 又燒了幾台 這波賺了 後面的火戰船再來做個包抄 有機會嗎 這個包抄 好 倒車點下了 撩王技術 結果這兩隻馬弓 又還在射 哇 長弓沒有守到城南農心附近 有點虧啊 哇 又射掉兩隻 但是這邊海戰已經打出了優勢 現在道特的海戰開始拿了回來 反正是塔套這邊開始有點施力 要繼續補下戰劍了 巨型托斯基三台 現在 往前丟 要是有看到前面這個城市東西先丟掉的話 讓塔套重新研發地龍時代 塔套可能就要投降了 但是很可惜道特並沒有 貌籃往前 畢竟這個海域太危險了 如果爆破喘一過來 可能就會被炸掉兩個艘巨型托斯基 所以這邊謹慎也是必要的 好 那現在右邊 4個 火戰船 應該是擋不住了 塔套這一波大爆戰船 直接收掉 好 過海了 火戰船過來防守 巨型托斯基在岸邊 拆除 這附近的建築 好 到地龍時代 塔套並沒有馬上補下巨型托斯基 反而是補下了魔術突襲 還有重型火戰船的升級 現在黃金數量 是道特領先喔 現在這個島上已經沒有黃金了 難道塔套要被逆轉了嗎 先升到地龍時代的道特 經濟開始慢慢好轉一些 但是目前還是落後的 但是現在失去了黃金礦 對於塔套來說是一個慢性自殺 但是現在買賣市集賣肉 可以或許黃金比以前更多了一些 塔套還是要賣點肉呢 還是賣點木頭 去轉出黃金來 唉唷 直接點衝車升級 還是你要點個金罐 找炎姬 這個演習科技了 就把這個衝車的移動速度拉到最高 直接頂爆巨頭跟城堡 也是一個不錯的想法喔 因為道特這邊其實並沒有近戰部隊 遇到衝車是很難解決的 好 那這邊就要來看看 塔套這邊能不能順利的使用衝車 頂掉一波 好 這裡破戰船 終於把這個預算給抓掉了 破戰船這邊在等待時機 塔套這邊在等以前肉 點大衝車的升級 好 這邊炸一下 大衝車升級上去了 有一個 巨型托斯基 刷掉了一塔登鍵 OK 找炎姬點下 大衝車也點下了 但是長弓卻走得進來 尷尬 家裡其實無人防守 這裡巨型托斯基也拉了一台過來 並沒有全部上 OK 這個過來之後 打到家裡 沒有辦法守得住 摩古突琦過來可能也是有點慢 好 開始在補摩古突琦 但摩古突琦現在是六隻在道德家裡燒了 家裡其實沒有東西可以擋 好 大衝這邊點下了馬卡 還有 工程工程師 大衝車的升級以及Standby 好 右邊這個 工程器製造所來到了第五台了 衝車來了 道德能夠守得住嗎 好 趕快把 荒古突琦拉過來守一下 中間這個海域 全軍要來了嗎 火戰船並沒有第一時間在中間防守 但是道德點下了 冰宮雪 直接要用村民 手撕衝車 冰宮雪點下之後 衝車 會有額外增傷非常多 冰宮雪上次的改版 是有加成 好 來看一下喔 這一波 打一下 三很高 喔 用村民手撕衝車 效果其實很好 冰宮雪的效果 有感 直接拉村民過來點掉 衝車點不進去 後面沒有蒙圖 肉麻這時候來不及按 衝車沒有辦法能夠點掉這些城堡 哎呀 村民搞定了這些衝車 塔套損失了 衝車 但是後面又來兩台 好 剛剛應該是塞車喔 上班時段 入土比較擁堵 三三來時的衝車 擋得住嗎 後面的蒙圖還在騷擾 這邊已經殺了十三村 這一波過後 道德經濟越來越好 塔套的黃金 已經來到了極限 洛瑪升級 清奇兵點不下 好 只有洛瑪過來 但是還是有血量加成 79滴血 想要手撕長攻 有機會嗎 二級馬凱還沒有好 哇 坦不動 長攻活了下來 好 塔套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道德拿下比賽勝利 報告 道德這一波正面 扛住巨頭開拆 成功了守住中間島嶼 塔套則是在海戰投資了過度的海戰關係 黃金直接見底 道德反而是 撕裂了海戰之後 轉出了帝王時代的重型火戰船 勾了一段時間之後 把中間的島給拿了下來 黃金直接躲了回去 塔套反而是海戰優勢 慢慢變為劣勢 變為劣勢之後 後面就被滾水球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